为什么邮站刷卡打邮,无吨吨会被扣RM200?银行告诉你,原来这笔钱是用来,很多人却不知道。 不知道大家使用信用卡在邮站自助添邮时,有没有发现银行会扣走你的RM200? 尽管你明明只把了RM50的汽油,却依然被扣RM200,究竟这又是为什么呢? 网友分享自身经验,他到邮站给车子添满油后,突然发现银行户口少了RM200。 当时他就吓到,为何RM200突然不见了?难道被hack了吗? 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银行,而银行职员耐心解释,这RM200只是暂时被扣,扣除油钱后很快就会进回他的户头。 原来这是银行为了安全问题而暂时扣住RM200。 消费额,只要有占过账后,银行就会退还剩下的余额。 不管你使用的是扣账卡,debit card,还是信用卡,credit card,都会受到预留金额,prop,authorization hold,机制的影响。 其实这项措施已经实行多年,美金银行都采取类似方式,不管打油多少钱都会被扣,RM200,之后再退回余额。 目的是为了要确认该车主的银行卡仍处于活跃,active,的状态,以及确保在进行转账之前,账户内有足够的款额。 这笔固定的款额会在车主开始蹦汽油之前就被扣住,也就是当你实际用来添油的费用还未知道的时候。 简单来说,银行这么做是为了要确认你是否有足够的金额缴付油费。 这只是一个安全程序,所有银行都是这样操作,消费者不必担心。 至于为何很多车主对此措施不知情,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获银行的简讯,加上余额一般都是在三天内退还,因此才没有引起注意。 究竟有没有方法避免银行预先扣住大家的钱呢? 若要避免扣住200并级的消费额,建议车主每次打油时直接到柜台刷卡签名消费,在这情况下就不会有类似现象发生。 而如果你坚持要使用自助添邮服务,那自然免不了银行扣住你这RM200,除非你是CIMB的用户。 早在去年的时候,CIMB就发出一则通告,告诉公众说只要大家使用 CIMB debit card在全国任何一家,Petroner's邮账添邮,就能护免被扣住。RM200 现在大家清楚了吗?所以大家在添邮后发现账户少了。RM200,就千万不要惊慌哦! 不过,如果被扣住的金额过了很久依然没退还到你的账户,那么大家就要记得马上联络银行哦!